欢迎来小盛智,我是起耀 我们最担心的事呢 终究还是发生了 请大家看一下新闻 登加楼的州政府在今天就宣布 他们在日后呢将会严格的看管 所有来登加楼这些旅客的服装 尤其是在那些海边玩 或者是去到岛屿 像是热浪岛还是停泊岛这些旅客 他们的服装需要符合伊斯兰教规 这是新州日报的这个报道 那我一听到的时候 我第一个的想法就是说 到底这些条规是限制穆斯林而已呢 还是包含了非穆斯林 那根据这个登加楼的看管的 这个旅游文化环境 跟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行政议员 拉扎里他就表示 那州政府是准备 对那些深受游客欢迎的热门岛屿呢 这些地方呢看管他们的穿着 但是外来的穆斯林 只要踏入登加楼 就必须要符合这一些要求 所以说呢 虽然大标题是讲说 如果是这些外来游客来到这边呢 他们需要符合这个教语 但是如果细节上来看 目前似乎是肯定是 穆斯林一定要符合这些要求 而且不只是本地穆斯林 是外国的穆斯林来这边 也需要符合这些教语 我目前是没有看到 非穆斯林需要去服从 但是他有讲多一句了 就是讲说呢 他希望通过树立很多的这种 穿衣服的教语呢 去教育本地跟外国的旅客 所以其实 你看那个大标题上 他其实也是希望说 不管是哪里来的这个游客 都可以明白这个教语 但是目前至少肯定的是 只要你是穆斯林 你一定受影响 那非穆斯林呢 暂时可能还不太肯定 但是就算这样事情 只是针对穆斯林都好 其实对于那个当地的那个影响 其实也是非常 深非常的重大了 当我们知道说 马来西亚这边的这个穆斯林 穿着要多拨什么 那当然啦 这个州政府绝对要 他这样子的这个权限什么 但是如果是外来的这些穆斯林 像是从西方 甚至不要讲从西方 从这个新加坡来的这些穆斯林 他们能不能享有 他们自己的一套的这个穿着 虽然他们也是虔诚的穆斯林 但是他们能不能在休假的时候选择 觉得可以放松点休闲一点点 这些东西 目前州政府都是要去插手管理 那这对于当地的经济 有多么的受伤 我相信大家可想而知 在于这些停泊岛 在于这些热浪岛 其实来的来消费的很多都是 外国的旅客 那首先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外国的穆斯林来到这边 可能会觉得 这个地方怎么那么保守 会把他们吓跑 而另一点则是 这样事情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 比方讲州政府觉得 让这些非穆斯林的这些游客来到 可能也会导致当地的这个穆斯林的不安 毕竟如果是外国的这些 非穆斯林来他们穿笔记 你什么穿到很短很少都好 然后影响这些穆斯林的这一个 他们的这个虔诚的程度 会不会这样事情又往进一步的 外国旅客管理是穆斯林非穆斯林 都进一步的管制 这才是最最最恐怖的事情 因为如果这样事情真的成真的话呢 我相信会大大的打击 尤其是热浪岛停泊岛 还是整个邓家楼的这个旅游业 而我们就必须知道 邓家楼 这个本来就不怎么富有的周数 如果又再次丧失了 他们非常仰赖的这个旅游业的话呢 相信他们将会非常非常艰苦的 维持他们周的这个影韵 那时候可能就需要中央这边 再次的出更多的手 去帮助这个地方了 所以我只能讲说 当这一个这样子的保守势力 开始不停的往外伸的时候 其实他是可以去到一层又一层 他是可以去到无止境的 现在是伸到有业 可能是很明确的穆斯林 但是其实在往一步生 为了要更加确保说 这些穆斯林不会被影响 那非穆斯林会不会是下一个的 被对付的这些对象 而且现在其实他也没有讲说 非穆斯林是格除在外的 这一边其实暂时的报导是模棱两可的 所以这样事情其实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在这个时刻呢 又刚好有另一个新闻 也就是这两个新闻叠在一起 看我就觉得相当的讽刺 也就是这个民政党的刘华钗 在今天他也就抨击安华讲说 他这个不能让安华为所欲为 他觉得他们应该扮演起这个救国的角色 好我在这里呢 我觉得这个意图是好的 民政党想要救国 可以要做救国英雄 想要可能是监督这个团结政府 要他们好好地做事 做不好什么事情要抨击都好 但是其实你这两个新闻搬出来的时候呢 我希望说呢 民政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先不要救国先 不要想到救国先 先救州先 先做救州英雄 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啊 登下楼 他们往这个保守再往前一步的时候 民政党有没有办法可以去 劝服自己的这一个盟党啊 至少对于外国旅客 不要那么的可可 人家怎样讲是嘉宾 也算是我们的财主啦 常常来到这些地方玩 消费这边的经济 然后让我们的本地业主 其实有钱好赚 那现在民政党 当然啦 对付安华 就是说你针对安华 没有问题就是反对党做的事情 但是那能不能 尤其民政党也是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待 在登下楼这一边的 这个州政府呢 再这样下去的话 会不会展颜到其他的州 每一个州的这一个旅游业也好 是比较消遣的这些服务都好 一个一个都要慢慢的 用这个保守的这个求劳 去把它困住 那其实到最后 其实不要讲说外国的旅客 就算是本地的非穆斯林 是否到最后还愿意要去到 可能这些地方去旅游 而且我比较小看这些力量 其实很多的时候 并不是个别的这一个旅客 有些时候就是一整个团体 一整个公司 从外国来一整个公司 来到这一边 就是想要放松 想要无拘束的 大概是自己想要这样穿 就比较多自由的那种感觉 那你越多的这样子的限制 其实我们附近也不是说没有地方玩 像沙巴沙拉越 这些地方岛屿很多 还是去到其他的地方 印尼啊巴黎这些都有 所以其实你这样子封住那个东西 对于你在那个区域心是在帮助了 可能是马来西亚其他的州 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旅游业 保守的这个势力往下走的话 他最后伤害的 只会是伤害那一个州本身 OK 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够参透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一位 这个登加楼政府 伊斯兰党不能参透的话 能不能请我们民政党的 旧国英雄和旧州英雄 去帮忙传递这样子的信息 然后至少在登加楼这一边呢 去跟他们去理清楚 就是本地的穆斯林可能没有办法 但是外国旅客 那么多的这个旅客 难道我们真的是讲说 放弃就放弃吗 然后这样事情如果真的成真的话 是不是就等同于其他的州 会慢慢一步一步的这个沦陷 那到最后 我们的国家所谓的要经济腾飞 我们的国家所谓要改革 要曼现什么先进国 这些是不是就慢慢的变成 所以在这里真的是 听到这样子的新闻 在上次听讲的时候呢 是这一个 他们希望所有本地穆斯林 传递不要让暴露 但是现在是马上非常有效率的 外国旅客马上就被封锁 暂时不确定的是外国的穆斯林 其他非穆斯林 我希望不要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所以这期想要算是跟大家聊到这边 很失望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